家里头的电线被老鼠给咬破 很可能呢就会引发电线走火酿灾 但是没想到的是 核能电厂也有鼠被为患 而且被咬的呢 就是核能电厂的神经网络控制线的缆线 哇这事态真的是严重了 原子核子这个原子核能委员会呢 在昨天的证实了 核四厂一号机的控制室 的确呢有缆线呢被老鼠咬过的痕迹 现在台电公司正在随同先前不错缆线的 要全面的抽换当中